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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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后面有个伤口 看见了吗 你身上有一个有一个狮子 狮子啊 我是一样被狮子咬着啊 他说什么 我说你身上有个灵性 是狮子啊 就是老虎狮子的狮子 明白明白 听得懂吗 这个狮子就是个灵性啊 他咬住你这个地方了 你给他念87张小房子 87张 就会松很多 好吗 还有你有一个爷爷 也不知道是一个年纪很大的一个老人家 头发白的 对 过世的有吗 有 爷爷 你做梦做到过他 他来看过你的 没有什么印象 有没有印象啊 没什么印象 我问你 你有没有有一天起来 突然之间看见有一个人站在你的床边上 有 有过 大家看见吗 我告诉你 死掉的人 回到家里来看人就这么看的 他站在你的边上 一直看着你 心疼你 难过 他就看着 但是你一回过 刚刚醒过来 一看一个人嘛 但是他 马上就走了 他不会让你看到他那个鬼样的 只有他超度时候走掉了 他才会让你看到他很干净的时候 为什么有些人做梦老做到自己 啊 爸爸妈妈 或者爷爷奶奶是年轻时候的样子呢 因为他死的时候的样子是鬼样 太害怕了 所以他到你身上来给你看到的时候 他就是用的是年轻的时候样子 为了不吓到你们自己的孩子 听得懂了吗小弟 听得懂 还有 你自己脾气不要太倦 好吧 你这个孩子脾气很倦 人缘不错 蛮会做人的 好吧 钱们乱用 其他没什么了 多念念礼佛 每天念五遍 给自己个爷爷 先念二十九遍小房子 二十九张小房子 然后剩下来的 全部给自己的腰 这个灵性 这个狮子念 不行的话 念完之后二十一遍 二十一遍 这不停的念 跟工修主联系一下 好不好 好 再更请卢台长为我加持加持 哎 这个是新的科目 过去开法会从来没加持加持的 现在动不动加持加持 啊 台长你念经了没有啊小房子啊 他念了没有了 念了吗 念了 念了几张啊 九张 你告诉你念到九百张的时候 好不好啊 台长再加持你 不过今天我刚刚给你看的时候 天上已经知道了 你只要好好做人 我可以告诉你 你会突飞猛进的好的 我不想叫你今天站起来 因为你这个小孩子 过去做过一些阴的事情 背后害人 表面笑嘻嘻 好好忏悔 听得懂了吗 好了好了好了 走了 台长都看得见了 哎